最近好吗 晚上有时间的话 在酒店附近见个面吧 最近好吗 最近好吗 请进 副主编 我想跟你聊聊慧真的事情 我觉得到了这个时候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慧真 重新请回来工作了 毕竟这个事情弄得很清楚 归根到底错误并不在他 他不会回来了 您是亲自跟他谈过了吗 太可惜了 他要是心意已决 也只能这样了 您看看这个 这什么 求知信息 说实话 慧真在这儿的这段时间 工作量远远比我们想的要大 现在她这一走 编辑 记者都超负荷了 这样下去的话 会影响到我们二十周年特刊的 虽然我自己非常非常不愿意 可是我们必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 来顶替她的工作 要是您觉得可以 面试最好今天就开始 再等一天 就一天 好 您觉得可以 那倒是一个 我们是和你忘了 陆过去 那一天 我们只能够 我们就是 这个电视机 是 我已选上的 陆过来 我能有什么事 那这样 我们大家伙晚上聚一聚 你要是有什么新事 说出来可能会好点 没事 我自己消化一下就好了 真的 真的 你去忙吧 那好 这个二十周年的 周年庆典派对 主题一定要尽快订下定位 知道了 这样的话呢 总公司才能协助我们 更好地做下面的工作 具体的事情 你可以跟我们的女神 注意商量一下 这就是一个很棒的典礼 谢谢 喂 喂 什么 您好 需要点什么 你好 我找一下 我叫李慧珍 慧珍啊 她在后面修马桶呢 修马桶 为什么要让她修马桶啊 你们这儿没有 专业的维修人员吗 不是 您误会了 是因为她主动要求的 我们也不会修啊 卫生间在哪儿 管了 瞧 不是 你怎么修马桶呢 是不是他们欺负你啊 不是 我们店长人肯好了 我因为只有我会修马桶 所以我就去修了 怎么了 你找我有事吗 你过来一下 我没有脾气 比较火爆 我去顺点喝的吗 哎呀呀呀 店长打紧着哟 好 来 咖啡 你怎么了 找我有事啊 那个女人说 你把她给你接上的工作 给推掉了 那个 不好意思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 那个 是你呀 你为什么这么做 李慧珍 你不能这样 你不是说甜品店 只是一个过渡 等找到其他更好的工作 你就会把这边辞掉吗 现在其他的工作 已经出现了 你为什么还不走了 是因为我觉得 其实在甜品店也挺好的 是 甜品店是很好 但你真的是因为这儿很好 所以才留下来的吗 是不是因为 因为白浩宇 因为只要你跟白浩宇的回忆 你要是这么想不开 你索性回忆莫头就得了 你逃离了有她的现实 就为了留在她的回忆里吗 你要还当我是朋友 你就别骗我 告诉我一个 能够说服我的理由 你为什么要待在这儿 乔儿 你别这样 行 我不这样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 好好想一想 到底什么才是你想要的 什么才是适合你的 不要拿职业无贵贱这一套 来忽悠我 总之我就是不允许你再继续这样逃避 你要是再继续这样 我就把你绑回家 你什么都别干了 哪儿都别去了 我养你 你好好想想我说的话吧 至少你也想想你爸妈 他们有多开心你能够找到一份好工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